大家好,今天早上我上脸书,接连不断看到有几个朋友的抱怨,说近期对于中国的政治新闻产生了厌烦感 就是关于共产党的十九大,有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所谓的内幕流传出来,有的标题还很惊悚 然后有不少人都在分析讨论还接连不断的说,好像我也是这种情况啊 所以这些朋友就产生了被信息持续轰炸以后带来的疲劳感 确实啊,这个事情也引起了我的思考,也许是围绕这个事情的话题太多 也许是一些表达方式有问题 因为谈论政治的人呢,他不可避免的总会夹杂进一些个人感情的宣泄 同时谈论政治的人当中啊,有不少人是抱有不同动机的 他是有很现实针对的对象的 咱们中国人呢,可能不知道,就是政治学这门学科呀 他在英文是叫做Political Science 就是政治科学,可能很多朋友很奇怪啊 政治这门还能成科学呢,不就是人际关系搞来搞去,斗来斗去吗 不错,政治科学它本身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分支 它的目标是在摸索人类政治活动的规律 去研究公共生活领域的观念啊,组织协作方式啊,这些问题 它和法律,历史,社会学,心理学,多个学科都有交叉的领域 但是你在现实中也确实发现,政治它很难成为科学 为啥呢?因为科学要求你观测研究的对象,它得是客观的,透明的 那政治这个话题就很难做得到,特别在中国你更做不到客观透明 而且呢,科学要求你研究的对象是可以被准确描述的 它还要求必须要有大家共同观察的经验事实作为基础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眼前看到的,跟我眼前看到的 得是一个事儿,不仅得是一个事儿 咱们还得有一套描述现象的语言作为通货 就是你这儿能接受,我这儿也能接受 这事儿才可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要是大家各说各话,全都是在这儿自嗨 那你所研究的问题就没有普遍适用性 你所总结出来的那些概念啊,什么定理啊 也没有普遍适用性啊 不过在政治这个问题上呢,还真的就是这样 就是一人有一套语言,一人有一套分析解读的玩法 它的自嗨程度确实很高 而且每个专家啊,就是加引号的专家 自我感觉都好到爆棚 所以它确实缺少一个学科的共同体 不过话说回来,就算是有一个学科的共同体 职业的时评人士嘛 我说职业不仅仅是说这些人靠这一行吃饭 当然你投入精力创作 提供有价值的服务 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你取得合理的报酬 这是天经地义的 我的意思是说 职业就要有职业化的精神 我所说的职业化的精神 除了你得做研究 有起码的严谨和负责任的态度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 哪怕我们在谈论时政话题 也要有一种科学化的精神 这里呢 我就不得不用一个很文清 很学术范的名词 叫做客体化的精神 就是你谈论的对象 得是一个和你自己完全分隔开的客体 你没有自己的主观情绪在里面 你没有说特别希望它好 特别希望它坏 更重要的是 你没有个人利益在里面 所以这么说吧 作为一个时评人士 你是分析时事政治的 你对自己要有这种职业化的要求呢 你就得把自己当成跟那个股评人一样的要求 就是说你是做股评的 而且你做得很好 确实你提供的信息很全面 很有启发性预见性 那当然你在市场上的影响力就大嘛 你的粉丝就多 就会有很多的财经媒体去请你写文章啊 上电视 这个时候你面临的最大诱惑是什么呢 就是千万不要滥用你的影响力 你可能自己也投资了某几只股票 当你影响力大了 心里可能就会犯嘀咕 你看我现在影响力这么大 每天这么多人听我在这儿白火 我要是把我买的这几只股票都吹成根朵花似的 大家都来买 大家都去捧它 它的股价不就上涨了吗 那我不就赚了吗 同时我投资的那几家公司 他们的竞争对手 我就在媒体上使劲的踩 使劲的打 把他们打下去 那我投资的公司不就盈利增加 股价上涨了吗 我不又赚了吗 如果这么做的话 你就跨越了作为一个专业股评人士的界限 可是这样的行为 在政治分析评论里面却太常见了 而且是大家反而把它当成正常的 不仅仅是在中文圈子里有这个现象 但是在中文圈子里 这个现象尤其的严重也是不争的事实 因为当前中国人有两个流行的观念很要不得 第一就是觉得政治就是斗争 就得你死我活 你还政治科学呢 什么科学 他觉得是死磕到死的学 第二就是影响力 他觉得是通货 通货它就得变现 就得变成我实在的好处 得去购买我需要的东西 所以我的影响力得服务于我要实现的目的 你看现在我吸了很多粉 围观我的人也多了 所以我不喜欢的人 我就使劲骂他 使劲踩 最好让他身败名裂 那我就痛快了 注意啊 我这里所针对的是 有至于成为一个媒体人 时评人的朋友说的 你自媒体人也是媒体人嘛 但是有一些人 他本身就是带有目的来的 他就是要掀起一个什么样的声势 那么这部分人呢 不在我上面所说的范畴之内 现在互联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提供了自媒体平台 有报有不同目的来的 这个都可以理解 只要是不违反法律 不触碰道德的底线 不破坏道德的底线 那我也不去反对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 有一个现象让我比较遗憾 就是我看到不少人 虽然他有很好的愿望 他也是追求民主啊 承上自由 他也是追求社会进步 但是实际驱动他行为的 还是功利之心 最起码他表现出来 在一个阶段是这样 在过程中 他把打倒谁 推翻谁 看成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真相 在我的价值判断体系里面呢 你说民主与专制 自由与压迫 哪一个好 那我当然知道 但是这个追求目标的过程 我同样看重 我不赞成以谎言 还击谎言 以无赖还击无耻 当然有人说 共产党天天撒谎 坏事干绝 你凭什么就要我对他君子样呢 其实不是你要对他君子 而是你不要让他 把你变成和他一样 共产党确实是满嘴谎言 不过共产党 他不追求民主 他不崇尚自由 而你追求民主 你崇尚自由 所以这事在你这就不行 你就不能和他一样 你得看重真相 你得有所不为 也许有人说 你说了半天 反正也没啥用 不把坏人推翻了 啥用都没有 我这儿呢 确实是不提供这种形式的使用 我的人生态度以前说过 是道之不行 乘茶浮于海 邪恶的胜利 我认为它不在于 在战场上打败了我们 而在于杀死我们的良知 击溃了我们内心的底线 把我们变得像他一样思考 像他一样行动 只要我没有变成像他一样 那我就胜利了 其实我就这么简单的逻辑 那别人做别人的事情 那也许有些人在行为方式上 渐渐的就和共产党靠近了 但是程度也有不同 我也不一概而论 所以这里也不是具体针对谁 谁也都不要对号入座 我今天最重要想强调的就是 我给自己的定位 是做一个职业化的评论人 所以我会很客体化的谈论 我所涉及到的对象 同时在我这儿呢 真相的意义永远大于具体的立场和具体的目的 你说你的目标很高大上 但你不尊重真相 我也不敢苟同 你说我这儿个人能力条件的限制 没办法获得完整的资讯 所以我对事件的解读有所曲解 那当然可以理解 这是在所难免嘛 谁都是这样 在我这儿也一样 我说的意思是 不能故意的来歪曲信息 为了自己一个实现的目的来歪曲 有的人想啊 就是觉得自己也是这个进程的一部分 只要我对这个消息做出某一方面的解读 我就能够促使那件事情的发生 也许能 但这不是我做事情的方式 不管是对于媒体 还是有影响力的个人来说 不要滥用自己的影响力 抵抗住这个用户 那我相信你的事业会站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同时也能减少大众对政治新闻的厌恶感 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有厌恶感疲劳感呢 那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他觉得每个人都是基于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在胡扯嘛 那今天这个感慨发完了 下来还是说时事 谈两个时事新闻 一个是中纪委官网上面 学思建物这个专栏 他登出了终结篇 文章引用了一句古诗 叫做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认为这是王岐山将要离开中纪委书记职位的一个信号 人事有代谢 那就是新陈代谢嘛 新人换旧人 是不是老王要离任了 就有这种猜想 另外一个相关的消息是 最近路透社采访了接近中共高层的16个人 谈到了王岐山19大以后四种去向的可能 分别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 中共副主席如果恢复了党共养主席制的话 国务院总理和国家监察为主任 就是说19大以后 王岐山有可能去往这四个方向 但这四个角色并不是互相分割的 他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重合 比如说国务院总理 他也可以兼任国安委副主席 党中央副主席 国家监察委主任 也可能兼任国安委副主席 甚至是中共副主席 对于王岐山这个仕途的预测 现在有很多 有一种说法令我感到很困惑 也是不太敢苟同 就是说王岐山他还是要退休的 退是一定要退下来的 但不全退 他会退出中共的核心领导层 不再担任政治局常委 但是他会去筹建国家监察委员会 并且担任一个很主要的职务 很可能就是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 还有更加具体的猜测 说这个国家监察委主任 怎么也得是国家副主席级别的 这个说法令人困惑之处在于 他实际是在说 关于王岐山的去留之争的解决之道 是习近平把王岐山给降级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说你王岐山不再是政治局常委了 但是你以何种党内职务的身份去领衔国家监察委呢 很自然的 首先大家想到的 那就是当个政治局委员吧 现在的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就是政治局委员 政治局委员呢 他没到常委这一级 确实他没有那种特别硬性的七上八下的规定 不过这不就等于把王岐山给贬了吗 给降级了吗 就上面这种猜测之所以让我觉得不靠谱 是因为过去五年的反腐成绩 它是被作为这一届中央的主要政绩提交给党代会的 人民日报都说了 反腐工作是五年来的最大亮点最大共识 好嘛 你把反腐运动的操刀人给降级了 从政治局常委降到政治局委员甚至以下了 那请问你这反腐工作是亮点还不是亮点呢 它是成绩还不是成绩呢 这就传递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信息 在中国大陆 我们看称得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就是正国级和副国级领导人这一级别的 除了中央政治局里这二十几个人之外 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那一串副委员长 全国政协的副主席 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院院长 现任的最高法院院长周强 是中央委员会委员 现任最高检察长曹建明 也是第十七届第十八届中央委员 说王岐山从政治局常委会里出局 但不全退 甚至把他降到了中央委员会委员这一级别 去当国家监察委主任 那就更加匪夷所思了 这个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习近平最看重的顶层设计 他要把反腐运动变成制度化的成果 这是关键一步 这事关习近平他自己以后的人身安全了 所以去筹建这个国家监察委去执掌这个机构的人 他责任重 相应也要求权威比较重 你不可能就找一个第十九届中央委员就把这活干了 那为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他一个中央委员就能够干下来呢 因为虽然号称义服两院 法院检察院听起来很牛 与政府病例 实际谁都知道在中国司法机构的地位是很低的 这两院上面还有一个党的政法委管着他呢 现在连政法委都降级了 政法委书记都退出政治局常委会了 都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就干起来了 那当然他治下的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一个中央委员会委员当院长就可以了 而这个国家监察委员会呢 他是要承担反腐机制转变的重大执着 而这个国家监察委机构草创 他有诸多需要磨合的方面 这个国家监察委主任 他需要协调的级别也是很高的 少不了和中纪委 国务院 政法系统 国家安全委员会 很多机构都有交集 所以你说这个国家监察委主任 他就是一个中央委员来干 以后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反腐斗争的时候 他连去开会的资格都没有 你说为了让他参加会议 回回政治局会议都要开成扩大会议 那这事怎么听 他都不太靠谱啊 所以这个猜测说 王岐山退出政治局常委会去掌管国家监察委 操作起来呢 难度就比较大 所以我觉得呢 王岐山你说他退 他就全退 他要退出政治局常委会 他就是退休 啥也不管了 他要不退休呢 未来还要延续权力呢 那恐怕还是得留在政治局常委会里面 你说他退出常委会 但不退休 等于把他降职续用 这种方案呢 对各方来讲恐怕都不满意 路透社说王岐山四种可能的去处 他所采访的那16个人里 有中共的前任高官 有现任和前任高官的家属和幕僚 所以应该是比较接近 当下高层圈子里真实看法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圈子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 王岐山会离开中纪委书记这个职务 但是会去转任另外一个重要职务 另外一个或者几个 可能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 可能是中共中央副主席 可能是国务院总理 也可能是国家监察委主任 这四个职务里面的一个或者几个 从路透社的报道来看呢 就是体制内接近高层的圈子 他们对王岐山未来以某种形式延续权力的预期 还是比较强的 今天就聊到这儿 相信越接近中共十九大的结束 就越会有负予细节的消息流传出来 到时候我们再来聊 如果今天说的有不对 到时候再来纠正再来总结吧 我是希望用一种比较职业化 比较客体化的方式 来评述政治新闻 也希望这样就能够减弱一些朋友 对于政治新闻的厌烦感 其实所谓政治也就是公共生活 只不过在中国公共生活公众没办法参与 但是呢你不可避免的 还是会受到它的结果影响 甚至于你不在中国 你生活在国外 但是你总是有各种渠道 和国内发生着联系嘛 你的生活还是跟中国相关的 所以呢通过各种渠道 中国的政治结果也会间接影响到你 所以对它呢 我想还是要保持必要的关注 那今天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